1.太极推手起源 陈市太极拳推手起源于河南省温县陈家沟 陈市第九代陈王庭 字奏庭 生于公元1600年 足于1680年 他根据阴阳动静开河等原理 反复实践 发明了一种独创性竞技运动 太极拳推手 推手原来也叫割手或打手 它是建立在抓 拿 摔 画 打 及反骨等基础上的一种实用性的寄击方法 其寄击对抗性甚强 给增强体质 耐力 提高动作灵敏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太极拳推手不受年龄 性别 身法和场地 器材等条件的限制 还能达到运动健身 娱乐交流 去病延年等目的 因此数百年来一直广受欢迎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保健 养生日益关注 太极拳推手 因其独特的寄击实用性和养生保健功能 很快风行中外 走向世界 为越来越多的太极拳爱好者所喜爱 二 演练推手 由浅入身 单手平圆 双手绿圆和万彩花 是演练推手的始端 所谓推手是双方相互推按之一 是一种独特的禁聚运动 通过推手 跪脊对比是一次功夫的检验 在开始演练时 相互要谦让 注意周身放松 以画弧和画原为主 互相听进 不可顶进 待平圆熟练后 再练四正手 循序渐进 不可劣等 待四正四语八门禁别的缓急 刚柔 进退等 反复实践锻炼后 达到周身触觉和肌肤能自然反应时 才能体会到其中奥妙 进而知彼 此时 皆可以皮肤听觉来随时做出判断 从而巧妙的综合利用 抓 拿 摔 画 打 跌等忌忌方法 这些巧妙都是日积月累而来 演练时心意 精神 气质 尽力 速度 要做到紧密配合 先粗 后细 熟终生巧 往演练者持之以恒 详加体察 三 推手的核心 推手的核心以十三式为基础 以阴阳之理为理论根据 在推手时要求做到 刚柔相继 清晨兼背 快慢相间 舍己从人 以肌肤感觉对方的轻重 快慢 虚实 长短和动向 然后 忽快 忽慢 忽近 忽退 忽左 忽右 忽高 忽低 忽开 忽合 忽续 忽发 随着富有弹性和韧性的内进灵灵活变化 运用弹性和摩擦力的牵引作用 发挥引进落空 趁势借力 以轻置重 以食破须地发进于对方 做到沉着松进 专注一方 发进才能干净利落 但是 太极船推手作为一门高深的科学是永无止境的 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研究 得断探索 精力求精 向深度进军 向高峰攀登 四 练拳三个阶段与推手的关系 推手与练拳相同 应当有层次 有规律的进行 练拳中的三三原理统帅五层功夫的表现 即三个阶段 大 中 小圈 三种禁别 即明 暗 临近 三种演练方法 以行带气 以气催行 行气结合 一阴九阳 跟头棍 至二阴八阳 四散手 属于大圈 明晋 以行带气 五感阶段 三阴七阳 优觉硬至四阴六阳 类好手 属于中圈 暗近 以气催行 行气结合 疲感阶段 总之 三个阶段 三种禁别 三种训练方法 要做到默契配合 在不同的阶段 采用不同的训练方法 体现出不同禁别的表现 才能循序渐进 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是 还真正通过来 与你